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幕后特别节目 我上春晚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是我们中央电视台800名演播大厅 而在我们的正对面 就是每到春节显得格外神秘的 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 此时此刻 龙年春节联欢晚会 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随着春晚节目的进行 邀请上春晚的各路演员 各位艺术家 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厅做客 跟你聊一聊我上春晚了 台前幕后的故事 这可是热乎乎的话题啊 另外我们龙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创团队 也将首次集体亮相 为您带来您所关注的热点话题的答案 敬请期待吧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今晚的第一组嘉宾登场 欢迎国艺大姐 过年好 过年好 来来来坐坐坐 我们是临时把龙年大姐从一号演播大厅请到了我们八百米演播室 刚刚完成开场 接下来还有一个致敬三十年的板块 没错 在一季的春晚当中您出场两次 不止 今年出场两次 今年出场两次 开场刚才你觉得完成的怎么样 反正挺热的 大家在一起唱了一首欢乐中国年 欢乐中国年是吧 朱金在你边还唱的是吗 朱金跟我们穿的一样 他没走掉吧 没走掉 穿得很好 很认真 很认真是吧 我们再次摸旁边我们还都被辞了 真的 您觉得这样的开场怎么样 说心里话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时间的最热乎的感觉 刚刚下来 您觉得这样的开场怎么样 好像给我自己给大家一个惊喜 因为从来没有演员在开场出现 因为以前都是你们主持人 对 出现 所以这次有歌唱界的 有影视界的 一起陪着主持人一块 唱着走上去 反正我是头一次参加这么多届的春晚 没有看见演员 不是主持人头一次上场 真的 觉得特别的新鲜 也很热闹 其实特别想跟您聊聊 在接下来致敬三十年的板块 您要为大家表演的是 也是在以前春晚中 唱过的一首歌 《前门琴之大碗巢》 您对春晚有什么样特殊的记忆吗 春晚是一个 应该讲是中国一个 特别特殊的一个节日 所以我们延宽子生 中国人要不过这个节 好像这一年说不过去 不管好坏 这一天晚上是一定要过这个节的 这个年饭是一定要吃的 这三十年我也看了下 每一年的变化都是很大的 我们演员的打扮 登附到笑 也一年比一年好 您最多在春晚上 一个人一届春晚 唱过几首歌 算两首对唱 七首独篡 一共是九首歌 你一个人唱九首歌 在春晚上 没错 八三年 后来也唱过六首的 三首的 两首的 或者这样唱的 真的啊 最多是九首 怎么当年能唱九首呢 就下不来是吧 不是 大家太喜欢你了 这也是导演组安排啊 因为那时候太红了 一个是红 就是最有意思就是 我唱完歌以后 基本上唱完了 那个导演组的黄一鹤导演说 哎 古一你还有歌没有 平时这么说呀 您还问我有不有歌 我说你没叫我准备啊 我没有了 所以就唱完九首歌以后 还问我有不有歌 天哪 就是一个就是演员 当年演员可能是比较红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可能那是人才 没有现在这么多吧 啊 您知道您当年 在这个春晚的舞台上 我跟我妈妈一起看春晚 我妈妈那个崇拜的眼神呢 就喜欢你的歌 喜欢的呀 是 您现在不仅是红 都红得发紫了 您看看您这是 走过这么多年了吧 走了这个岁数了 其实挺不容易的 就还有机会能够上春晚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 很荣幸 当然我想更多的机会 要让个年轻人 让我更多的 没有上个春晚的 这些文艺界的朋友们 我看过您的彩排 我知道您马上就要上场啊 我看过您的彩排 您一张嘴 哎呦 厦门的朋友之间都说 不愧是艺术家 这个现场演唱 这音啊 就真的是 就是有时上春晚 其实我是老演员哈 你看我的从一五十年了 像这样的节目 我仍然会紧张 您会紧张吗 紧张 仍然会紧张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演员有一定的紧张度是对的 所以他的意思 他一种责任心啊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 一种荣誉感吧 就说这个怎么唱 也不能够把他唱坏了 或者把他表演 表现得不好 因为大家好像觉得 不可能的 对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这么多年的演员了 怎么可能会紧张 哎 恰恰 我们就会紧张 一点点紧张度 对于吴吴老师 您的发挥来说会更好 应该的 特别是在这个 致敬三十年这个板块当中 我相信您说第一届春晚 您唱了九首歌 您一定会特别有感触 虽然在今年的春晚 这个致敬三十年当中 您不能唱九首 不能唱九首 但是我相信 您的心里也会 别有一番封位 是不是 没错 从八三年到现在 走过这么多年 一到春晚 人是感觉到很激动 当然怎么说呢 其实春晚多了讲 意义还是蛮重要的 好 谢谢 古余老师 我们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 我知道您接下来 还有直播 还要上场 赶快准备 谢谢给您拜年了 谢谢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场 是热闹且温暖 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开场嘉宾 欢迎冯少峰 少峰你好 你好 少峰你好 我是叫项羽 还是叫八个 来 欢迎 见到你是不得这样请安呢 还紧张吗 有点兴奋 有点兴奋 第一次上春晚嘛 对 我因为我之前还为了这紧张的事 纠结了一阵 怎么讲 就是我就觉得我不紧张 我就觉得这是不对的 紧张是不对的吗 我老觉得我不紧张 老觉得你不紧张 我老觉得我自己不紧张 我觉得不应该不紧张啊 应该紧张 然后上了那个台以后 你知道吗 我们就在后面候场呢 他三十分钟爆播一次 然后十分钟提醒一次 一直到最后十秒钟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的心跳的快乐 就是突然找到一种紧张的 这种兴奋感 然后就跟董青 我们俩手一拉我们就上去了 手一拉就上去了 我刚才看你出来的时候 充满阳光 我很开心 就是我一旦站到了那个舞台上以后 我就完全被这种温暖和欢乐的气氛 所包围 包围了 这种紧张的感觉一点都没有 是吗 就觉得在这个时刻 我觉得也很荣幸 可以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而且我爸妈也在 爸妈妈也在吗 在现场吗 他们在台下我都看到他们 有跟他们打招呼吗 台上没有 其实也可以的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刚才你一出场的时候 我想可能不光是我吧 很多朋友说 董奇编上那个很帅气的男孩子是谁 因为仔细编认 这不是巴阿哥吗 因为我觉得你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古装的造型 包括项羽那样凛冽的一种造型 今年也正好是春晚三十年 所以我们有向春晚三十年致敬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和板块 在你的记忆当中啊 有什么歌让你印象深刻吗 有啊 这次我看到飞翔了 我真的觉得非常亲切 真的 那时候就听他唱 你那时候多大 我很小吧 我那时候就看着 看着我妈盯着电视机 看着飞翔那种充满仰慕的眼神 你爸在边上没有吃醋 我爸在边上也挺淡定的 看也乐呵呵的看着 这次我又跟飞翔在一起拍摄了画皮2 电影画皮2 真的 大家可以在六月份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看到我跟飞翔的合作 那今天又在春晚的舞台上碰到觉得特别的亲切 你会唱他的歌吗 他那首《一把火》《故乡的云》啊 你会唱他的歌吗 都非常喜欢 你会唱吗 会唱一点点嘛 哎呀 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歌口好不好 刚才因为是合唱 我没有听到你 你的声音的音质到底是怎么样 《故乡的云》吧 好啊 我一时满身疲惫 回来却空空的行囊 故乡的云 故乡的风 为我赴冰床上 你是上海人 上海人 上海人 跟董卿又是老乡 对对对 所以 上海人就更 走在一起就更比较踏实 对对 他还跟我说 他每年春节 春晚都是在这边工作 对 然后到了初一以后就回家过年 对 这样老乡和老乡之间搭档也会缓解一些 说说家庭话也会缓解一下那种氛围 特别感谢你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 爸爸妈妈是不是还在 对 他们现在还在 一号厅是吗 一号厅 好 向伯父伯母问好 好吗 谢谢 向你的上海老乡来打个招呼问个好 来 带个年吧 大家好 好温柔哦 你说话 项羽的霸气真的 你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温柔非常甜心的男孩是吗 我觉得生活是生活 角色是角色 太好了 好 祝你新年快乐 好吗 也向伯父伯母问好 好 赶快回到他们的身边一起看春晚 谢谢 谢谢 这雨泉吧 这是一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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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呀 哎呀 你看给他美的 哎呀 这雨泉今天真的是拓家带孔 这雨泉这一家人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状态 太开心了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叫回家过大年 所以开场跟以往都不一样 开场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在一块 接下来我要有请的就是雨泉和他们的家人 有请 郭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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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是我爸爸 叔叔好 你好 你好 我妈妈 这是妈妈好 不是妈妈好 阿姨好 这是我老公 你好 郭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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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老公 这是咱们 白白和 白和你好 哎呦 我觉得你们这一家人呢 这兄弟俩有的带着媳妇 这爸妈也在 是吧 赶快啰嗦 好 谢谢 来 来 来 过年好 叔叔阿姨 行了 行了 还牵着手跑 拉着吧 一直拉着 哎呀 真好 我看着这一家人往这一坐 我就觉得过年了 叔叔阿姨是第一次来春晚吗 看春晚很多年了 那当然 第一次进场 第一次进场 对对对 阿姨刚才还跟着上台唱歌了呢 对 一起走出来的 对 一起走出来的 我妈从来没想过 还有这样的机会 是吗 每次都在这个舞台上看孩子的 舞台下看孩子的演出 第一次跟孩子同台是吗 对对对 真的 感觉很好 您唱了没 这歌很熟悉吗 小半年了 对对对 东北人都会唱 东北人都会唱 对对对 是吧 跟着一块哼哼 对对 多好啊 雨凡也是第一次带着爱人来到春节联欢晚会 是 是吧 对 哎呀 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能够有一个家庭的感觉 然后我们也很少在台下落座 其实观众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更期待的舞台之一 对 尤其春晚这么多年来 我们也对春晚有很多的期待 怎么样 刚才跟老公一起上台 我觉得你们分别上台的机会都非常多 但是两个人同台 而且就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 怎么样刚才演唱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上台唱歌的话 必须得他站在旁边 你唱了吗 唱出声了吗 我唱了 我练了好长时间呢 真的 对 我原来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可以唱二人传 我就说不是不能 我就认为我自己不可以唱二人传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然后不具备那种表演能力 因为我觉得二人传是一个很难表演的 你在家有练是吗 对 我练了很长时间 还有给你指点吗 该怎么唱 有 他批评了我很久 他说我的心态不好 他批评你的时候怎么说的 他说你知道吗 能上春晚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演员 无论以何种形式 春节往会邀请你 你都要去 说有什么不能唱的 然后就在家里面教育我 他说唱歌就像演戏一样 就是用声音去表演 他说让你去表演的话 你一个现代人让你演农村人 你也是要演的 为什么唱歌就不可以 我只是 我说我只是觉得太难了 他说难就练吧 然后就在家里面 你说你是去的战复 我没有 他就是在教别人唱歌的时候 还是挺凶的 跟做老公是完全两副贼脸 他做老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特别温柔 对还挺怂的 这词太靠谱了 太靠谱了 就是当制作人的时候还挺严格的 对我们俩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我在片场 如果在工作状态下 一定把他当成是同行 然后在录音棚里工作 他也不能把我当老公 对因为就像 就像我们取育界 包括黎儿 而且好像有这样一规矩 就是自己的儿子 不能当徒弟的 一定要托给别的师傅来带 我不是你的孩子 但是你在我心里是我的孩子 然后严格要求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能登上春晚的舞台 真的是每一个演员 都很期待的一个梦想 在年底 然后我们这一次又能够 陪叔叔阿姨一块 我觉得是特别不一样的一个 我不想把它当作节目 应该是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幸福的画面 对应该是这样 真的 我觉得你们可以拍一张照片 珍藏50年后再拿出来看 哇 哪里多美啊 我特别想听听你唱成什么样了 现场考验 不至于 百合五 我们特别想听一听 因为刚才是合唱 我没有单独听到你的声音嘛 对不对 还是老公引唱一下吧 正月里来世心 在咱们家 你教你爸也是这么教的吗 其实因为没有发声音的任务 所以爸爸妈妈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起走 很轻松的 很轻松的 但即使这样也很不轻松 我们俩 我们三个人也在家里面曾经排练过怎么走出来 我们来第一步 怎么要挽着胳膊 因为事实上来讲 即使是很开心的一个场面 也是一个很隆重的场面 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讲 哪受过这种训练 所以我只能告诉他们 我们这就是玩 玩开心了就好了 真的 其实团团运运的一家人在一块 就是我们春晚想要的回家的感觉 只是您今天家在我们一号演播大厅 是吗 是 也跟我们说说 您第一次上春晚的感受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您会怎么说 幸福 幸福 真的 而且这种上春晚的感觉 尤其是和海泉 我老伴 还有百合和雨凡 我们平时就像一家 就在一家人一样 他就喊我爸 喊他妈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一块往外走 那种感觉就是俩子幸福 你也是吗 幸福 阿姨也是吗 因为雨泉是一个组合 在大家眼中其实就是亲人 我们也是十几年的兄弟 然后当然今天在现场作为有限 我们两家的亲人没有办法完全都在一起 不过其实我们就代表了我们两大家人在这里面跟全国的朋友来分享这样春节的快乐 今天晚上回去就会更加甜蜜 还是会打起来说你这唱的不对 你踩着我了 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小动作 我们俩之间吗 刚才上台的时候 小动作吗 就是手心冒汗 因为我们两个不一样 我们两个人家里还有宝宝在等着我们 还有一个四岁的宝宝 到回家肯定陪他疯了 我想他现在应该还没有睡觉 到时候我也希望在他睡前跟他再疯和 他也会看春晚吗 对 本来因为有一个节目叫我要上春晚 然后他看那个节目 然后他问我们 他说我能上春晚 我说这个妈妈真的帮不了你 四岁吗 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四岁就想上春晚是吗 因为他就是看节目看的 然后就是那个口号我要上春晚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上春晚 你看行不行 对 下次他问你 我要上春晚 你看行不行 你就说行 好 给你们拜年 叔叔阿姨给您拜年 好吗 伯父伯母 两位伯父伯母很好 好吗 谢谢 像宝贝都好 未来的 好 我多耽误你们了 龙年吉祥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龙年春晚正在紧张的直播过程当中 刚才这个开场我觉得特别的热闹 也很特别 您不觉得是一队队队明星夫妻还有他们的家人共同给大家带来一个热闹闹闹的开场 这样的开场 这样的开场真的很特别 这样的开场真的很特别一下场我们就请过来一队夫妻这真是抓过来的赶快为大家介绍张卫健张倩 你好 为了这个就是上春节晚会 我们能够做好表演 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功夫 做什么准备工作 就是我们首先就是要想 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唱歌 能够唱到最好 不要跑调 不要嗓子劈 然后呢 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有同台演出过 从来没有吗 对对对 这是第一次 我刚才好意外 我说啊 他们俩是一对吗 这东西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都紧张 这是你妹妹吗 是我妹妹 亲爱的小妹妹 你做了什么准备呢 就是像刚刚的Dicky就说 她也是在剧组很忙 但是她也为这个服装啊 造型也做了很多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设计了很多种款式 最后才定下来是这一身 也给了很多的朋友看 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这样子 然后像我呢 就是我也 我也像今天 其实我这身衣服也穿得 我自己就是 形容自己比较像一条鱼 那有寓意 就是说新年了嘛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也祝愿大家是年年有余 所以呢 她就是红红火火 我就是年年有余 这是碗菜啊 天天有余 每天都有余 有一条余 有的印象一直在身边 我觉得无论如何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 你们俩这个搭配 会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是第一次上春晚吗 第一次上春晚 家人怎么说 很兴奋啊 很支持 对 像我的母亲呢 就是因为在之前 她去了国外 在我姐姐那里 她听说 今天我们要上春晚 她急死了 因为她现在回不来 所以怎么办 我要想办法看到这张电视台 然后我们就安慰她说 没关系的 你在美国一样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你可以上网看 她就很着急 很关注这次 因为我觉得 我们能够来参加春晚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好消息 我们也就告诉了 我们的朋友们这样 大家都很关注 对于你 你们家人也是这样吗 对于我们家人来讲呢 其实我们也在香港 我妈妈她们都在 可以看得到是不是 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她们也很替我们开庆 因为今年的春晚 对我们来讲是特别有意义 第一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 都是第一次上春晚 然后呢 第一次上春晚 就可以我们同台 携手 那我觉得 一定会 刚刚我们坐车来的时候 江青就做了 诶 江一剑 我们今天晚上 这一套衣服 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好好保存 我们要做一个纪念 这样子 真的 其实我觉得你从言谈话语当中 特别爱你的妻子 真的 你说我上春晚很重要 但是最好的是我 可以和我的妻子 一起来上春晚 是不是 圆满一点 这样 对好圆满 而且春节本来就是咱们 中国人家人团圆的日子 刚才上台的时候 有没有紧张 我说哇 这就是春晚 有紧张吗 有收脚冲凉吗 没有更多的是很兴奋 还有就是 在这个就是春晚的气氛底下 觉得 真的感觉到 就是中国人过年的那种 那种就是怎么说团圆啊 还有那个热闹的 然后就觉得 还是很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你们第一次的春晚 那就是幸福 未见对于你来说呢 圆满了 圆满 就好像刚刚我说的 终于可以踏上春晚的舞台 而且第一次 踏上春晚的舞台 是跟我自己最爱的人 一起上来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圆满 眼泪汪汪的 眼泪滑滑的 今天这话都好 不能够哭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 起标准节目 也可以把我们的幸福 就是也传递给大家 希望就是观众朋友 也能感受到 希望他们也在 以后的日子里都是 天天蜜蜜 心心服服的感觉 真的 结婚几年了 三年了 老夫老妻了 半年就老夫老妻了 还新鲜热乎乎呢 还没有 下一次 希望明年的春晚 我们带 带着baby一起来 多美好的祝福 真的期待着 无论是不是在春节 莲花晚会上 能够看到一家三口 这样特别美妙的一个星星 谢谢 祝你们幸福 明年带着你们的小宝贝再来 好的 也祝你身体健康 一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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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回去看春晚 对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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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对于中国来说 有个特殊的意义 在龙年春晚当中 龙可以称得上是 无处不在 舞美中有龙 道具中有龙 服装上有龙 演员中还有鼠龙的 刚刚完成演出 两位演员已经被我们 请到了线上让我们欢迎 王丽红 李云迪 欢迎两位 谢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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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赶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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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红身上全是龙 是吧 对 因为我属龙 对 有没有记红腰带 这是秘密 这是秘密 一般习惯我们本命眼里面 都要记一个红腰带 你不是属龙的吧 我没有 我非想属龙 非想属龙 刚才 刚才完成觉得 怎么怎么样 你弹得不错 你弹得不错 这个丽红是不仅歌唱的好 而且钢琴也是非常棒的 而且编曲也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个 龙的船里面 我的那个钢琴部分 是他亲自编的 真的 花了很多时间 真的 花了很多心血 所以说我相信 应该大家也会感觉到 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 辛苦你了 要弹一些灌音 没有很棒 我编了一些灌音进去 比较爵士的味道 你客观地评价一下 这个丽红的情谊如何 已经比我强了 我只会弹钢琴 不会唱歌 然后呢 也不会拉小提琴 那我挺奇怪的 怎么你们两个人 走到了一块 就第一次在春晚上 两个人合作 是吗 为什么会 你们两个人 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觉得是一个缘分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 也在其他地方 也碰过 而且丽红 这个 我记得三年前 在台北的时候 他也非常支持 来这个台北 这个也挺我的音乐会 非常感谢 很棒 彼此音乐上非常欣赏 有很多音乐上可以聊的 真的 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 你是古典音乐 对吧 你是时尚的一个代表 古典与时尚 你们觉得怎么融合在一起 就是打架了 其实我觉得好音乐 就是不分年代 无国界 跨时代的 经典 对 所以其实我也学古典音乐 云地也很喜欢听流行音乐 其实不是说 丽红的歌也很好听 我经常也听的 真的 不是说完全两个世界 今天春晚的表演方式非常的特殊 是吧 你们这叫什么 不叫四手联弹 叫四手对弹吗 对 金蛇狂 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装置 给我们说一说 不是双钢琴 这是一台钢琴 两个头 怎么会呢 特别做的 特别做的 连体音的 对 所以说也叫创意 创意钢琴 对 创意钢琴 你们也是第一次尝试 没见过这样的钢琴 没见过 对 云地说没有见过 那就真的没有见过了 是吧 这是你第一次弹电子琴 对 天哪 你以前都是古典钢琴 对 但是我觉得都是keyboard 也是键盘乐器 所以说也是一种 怎么讲 也是一种体验了 因为本身在这里来就是 希望跟大家热热热热 快快乐乐地过一个新年 除了这个非常复杂的 定制钢琴之外 丽红还拿了一件 非常特殊的带龙的乐器 对 好美的 我们能看一下吗 好 来我们给拿过来 很有未来战事的感觉 他的名字叫巴哈姆特 我也把它取了一个名字 为什么叫巴哈姆特 这个龙呢 如果观众朋友们仔细看的话 他的身体就是一个高音符记号 一个机款 OK 哦 真的是 这个是我12年前 上一个龙年的时候设计的一个符号 你自己设计的吗 吉他不是我设计 这个概念就是龙的传人 音乐精神一直提醒着自己 很多的我的衣服啊 或者是项链啊等等 我都会用这样的一个符号 那终于把它做成吉他了 哦 眼睛还会射雷射 他生气的时候 我弹错音的时候 那就生气了 哦真的 没有没有 他生气了 要弹错了 他那个龙的眼睛会亮 是不是 吐火 他会喷火 有烟的话就可以看到 哦 真的 哦好特别 舞台效果 非常棒 这就是我深爱的龙心吉他 这首龙的传人 你是也特别曾经 制作了一下 对对对 嗯 有什么好的创业 经典歌曲 呃 就是可以经历起 各个编曲 或者是年代的 不同的解释 所以这首歌就是 真的很好的词曲 很好的概念 所以 呃 以前做成舞曲啊 今天做成一个 跨界的 跨界 还有一点爵士 爵士 爵士的这个 漂亮 很震撼 嗯 震撼版 我觉得很震撼 而且很时尚 如果说在本届 龙年春晚上 有突破 有创新的话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是 让更多人去 这个去感受 传统的音乐的一种创新 因为它既是传统的 但是它其实在 现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种创新 所以不断地在改进 但是同时 它也是一种 维持着它的 应有的一种传统 丽红你觉得呢 在龙年春晚上 你的节目当中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突破 我觉得是音乐性 很特别 我通常写歌 或者做编曲 是针对唱片 或者做演唱会 很少做一个 就是一次 一次性的一个演出 可能再也不会有 就是今天晚上 一个独一无二的版本 所以这种挑战 对我来讲 非常地刺激 其实我觉得真的 很多节目就是 春晚独一无二 能够保留下来的经典 对 是 好 谢谢 谢谢两位作客 谢谢 我们 我上春晚了 好 期待着你们下一次 我上春晚 好吗 拜年 再一次拜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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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给你两年 一首万物声 刚刚直播完 整个舞台称得上 是美轮美奔 赶快有请这首歌的主角 让我们欢迎 萨丁丁 萨丁你好 官年好 哎呀 辛苦辛苦 好美哦 谢谢 哎呀 赶快坐 赶快坐 哇 飞过来了 好美哦 来来来 坐坐坐 我相信你一定 没法看到 自己直播的一个状态 对 我现在特别期待能看到重播的时候自己的样子 你有没有别人跟你说过 刚才一下来就好多人跟我讲 说什么了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就突然就飞到我面前说 哇 刚才太美了 太美了 是 是特别美 谢谢 因为我觉得你肯定看不到 这是有一种特殊的剧鼠在线包装 整个是立体的 我好像到了阿凡达一样 哇 太棒了 特别期待是不是 是 但我心情特别好 因为在舞台上我看到很多观众 他们眼神里充满了爱 就是忽然之间 我就觉得他们肯定看到了美好的事情 因为后面的大屏幕也已经非常美了 所以他们就充满了那种感觉 所以我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眼泪水都要流下来了 都要哭了 是 是 是 我是因为在音乐里 我根本没有觉得是在表演 而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万物生这种锅里 夏天雨呀水呀 秋天远周转来你身边暖呀暖呀 你说那是湖后面 又白茫茫茫雪呀 山谷里有金黄气子在大风里飘 你也不是说你这首歌的春晚你好不好 我都好想听 我觉得今年就是春晚剧组特别花心思在这首歌上 我特别的感谢 因为我的音乐随着这个过去的几年 一直在全球三次的国家巡回的演出 这一次能够在春晚的平台上展现给全国的观众 也是真正意义上撒点点音乐回家了 那在自己的家里面 在北京在春晚的舞台上受到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包装 和很真的很尊重音乐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很崇拜音乐的人 所以我觉得如此的尊重音乐 所以在这里非常的感谢春晚的剧组 这一次能够把万物生这个音乐包装成如此的模样 我觉得很开心 作为中国人非常的开心 刚刚从直播下了可能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现在你的感受是最直接的 是不加修饰的 那你想通过你的音乐真正传递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刚才在直播现场 大家眼里看到的那些东西 那份爱 是 朱旭 你太理解我了 就是大家感受到的那种美好和那种爱 还有就是忘却所有世界的烦恼 让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一个快乐的时刻 在最让你感动的那一刻是在哪一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当我踏上第一块砖 踏浪而来的时候 那个咱们今年舞台不是每一个地方 三百多块都会动 对 全是模块 那在我踏上模块那一步 然后开始像踏浪而来一样的那样的 那个时候我突然心里面油绕而生一种感慨 就是在起伏中我感受到 哇 好美好啊 这种荡漾 好崇高啊 对 一点也没有感 一点也没有紧张 其实我每次在之前的彩排中 每次都紧张上台 其实按说我这么已经在表演的舞台上 经历了很多年头 不应该有紧张 但是真的 当我踏上这个模板 今天是第一次心没有跳 没有紧张 心没有跳 没有乱 对对 没有乱了 没有乱跳 对 没有乱跳 对 所以很激动 真的 可能这种新的技术 新的包装 开始让大家更领略到音乐的内涵和魅力 对 所以我今天在舞台上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由衷的 就是那种感恩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谢我们国家 现在这种大好的时机 大好的年华 大好的时代 让我们这些做新生代音乐的这种音乐人 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 能够 大家一起沉浸在音乐里 这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 真的 是 而且我坐在这儿 我这么看着你啊 丁丁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有点恍惚 真的吗 因为你知道咱们认识这么多年 对 从你清歌赛开始 是 当年的那个周鹏 对 今天的萨丁丁 是 我觉得如此的截然不同 你觉得什么改变了你 我觉得音乐 就是我从小对音乐的那种崇拜的那种心理 每一天 喜欢音乐 每天早晨不能不听歌就起床 晚上不能不听歌就睡觉 然后每天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我觉得是音乐在改变我 而且在 就是在11年的时候 在制作自己的新唱片 那一年给我感慨特别多 因为我的新唱片是主要跟人有关系 所以我去到咱们国家很多很多的地区 那这些地区有着自己非常古老的文化 就是原生态的文化 还有自己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 那在这些地区里 我感受到 人可以很简单的幸福 只要你有音乐 只要你可以歌唱 只要你每天觉得 我其实是一只小金龙 那你这一天就真的会很快乐 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不快乐的事情 所以今年的这张唱片 也是伴随着春节晚会 这个美好的祝福 在明年 也就是12年的3月底 就会向全球又一次的发行 我相信这一次和人有着 非常密切关系的音乐 也会让大家感受到 鼎鼎这些年的成长 我觉得鼎鼎说的 真的是特别的好 我觉得你说万物声原本是一个复杂无边的状态 对 但是其实人的幸福又可如此简单 没错 周鑫 真的 我觉得听着你的音乐 我觉得可以活得更纯粹一点 而且我看了你写的书 我觉得那个书上也是在讨论这种简单的幸福 是是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也获得过格莱美的提名是吗 得到我BBC 英国的BBC世界音乐大奖 还有格莱美的提名队 对 真是 今年又要去了 真的 我们已经接到了格莱美2月12号 她的颁奖礼的这个观摩的这个邀请 太好了 其实我是这次完全去格莱美打酱油了 因为我是去观摩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的音乐人 能够得到他们很正面的邀请 正式的让你进入他们的这个视野 进入他们的颁奖典礼去观看 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我觉得鼎鼎也会有机会把这万物声 把这中国的最接地气的音乐带到世界上去 是 我们努力吧 哎呦 我觉得你真的好美 这金光闪闪的小飞龙 小飞龙 飞得更高点吧 好吗 谢谢 期待着 好 谢谢 谢谢丁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蔡明 长远 还有几个年轻人 他们的小品 接下来我们要把他们请到我们的演播室 等他们下来 马上请 李婶 见着婷婷了吗 婷婷 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 你快去死吧 对 一个语言类节目刚刚演完 我们把演员请回了我们的现场 有请蔡明和她的朋友们 哎呀 敬礼 哎呀 滴到了 过年好 抓起来了 你们没被说起来啊 几个小骗子做了吧 小骗子赶快做 怎么样 刚刚下来 还喘气还没喘过来的 还喘了 因为我们这是力气活 刚刚大家都看见了 在这个春晚直播之前 有好几次这个慰问演出 都是蔡明姐一起去 我觉得下来之后 她后背的衣服全都湿了 全都贴在身上 是吧 就第几届的春晚了 应该是二十吧 二十届了 哎呦 每年的春晚真的 这三位是第一次上春晚 开心麻花是吗 开心麻花的团队 这是我们小品大赛选出来的 获奖 获奖的 那个优秀演员 他们三个人都是获奖的 小郭是海军的 他们两个是开心麻花的 没错 蔡明姐 评价一下三位年轻人 第一次上春晚 你看看他们刚才的表现 给他们打一个分数 我觉得发挥的很正常 很好很好很好 紧张吗刚才 我觉得好淡定啊 还好吧 有蔡老师在这 我们能稍微心里踏实 这是实话 前面那段有点紧张 蔡老师一张嘴 总算出了 这一把就是五十万 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没找着啊 手机一直关机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 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 你说这关键时候 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她 下班了 李婶 见着挺正了吗 真的 定海神针 她一出来 咔 我们心里就落下了 是吧 其实真的 蔡明姐就是有这样的 安定军心的力量 你觉得今年 毕竟他们还是年轻 但是今年演得很好 真的 我觉得你也演得很好 其实我以前对这位演员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是刚才我觉得你满脸是戏 真的 小机灵 小机灵 就是您在春晚倒计时 也跟我们说过 对对对 这绝不安分的那么宜然 对对对 一直在跳过来跳过去的 忙着她 真的 那时就想 我什么时候能站到前面去 今天终于站到前面来了 而且还是在小品当中展示表演功力 多好呀 还能说那么多台词 真的不容易 还有内心 还能唱歌 还能唱歌呢 你了不得了你 长远可是老春晚人了 24年前 人家长远就上过春晚 也是龙年春晚 对也是龙年 你觉得今天你的表现怎么样 我自己感觉还行 就是没出什么大错 而且今天场子也 我感觉也挺挺 说话能利落点 给我们很大自信 今天的观众 这个创意是从哪来的呀 我想这个 这个题材 已经想了好几年了 对 因为平时生活中 就要观察这个 跟我们百姓息息相关的 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你都 我脑子里有很多 那么什么时候 能够把它决定 来做这个题材 那是又是小平大奖赛的功劳 其中公安部 选送了一个小平 叫一网打尽 那么他们 演了一个电信诈骗的 他们演的不是喜剧 而我当时觉得 也许这个东西 把它变成喜剧的 重新结构 那么这样的话 呈现在舞台上 应该是 应该是不错 应该是不错的一个作品 而且这件事情 和几乎每一个老百姓 都是息息相关的 每个人都遇到过电话 信息 对 或者那些传单 或者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方式的这种诈骗 很多人也上当受骗过 所以当时我们说 把这个搬到春晚舞台上 你们的小品当中 会不会有哪句台词 成为龙年的流行语呢 每年都会有 在小品当中出现这样的 对 我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春晚的 工作人员 现在都爱说 你千万别给我找trouble 明白 他们爱说这个 对 其实这个作品 我们希望大家在笑声之余 一定要加强酒屁性 不要上当受骗 其实就是有诱惑 对 自己有私心 对 才会上当 对 一定要经住诱惑 不要给我找trouble 谢谢 谢谢几位 蔡明姐给您拜年 再次给您拜年 给您拜年 下初期的 给您拜年 马上这个要回家 跟家人团聚了 是吗 替我多吃点饺子 好的 好的 让我们欢迎宋祖英 哎呦 过年好 过年好 来来来 赶快坐 真好 我能说句大白话吗 以前 你在春晚上也唱吗 那时候美得像个神 今天你变成了个人 接地去 跟咱们春晚 整个春晚的主题 真的 你以前是唱的大爱 唱国家 唱军队 唱咱老百姓 唱尖尚水 今天唱的是最亲的人 咱爸咱妈 咱爸咱妈 我估计爸妈已经扛不住了 妈妈在家一句 看得不得 一边抹眼泪 确实很少唱这样的作品 可能是因为特殊的 这么一个春节 不能回家 远在 也可能说好远好远 像我们部队官兵 可能都会在 冰天雪地 然后在南方的话 可能都是在 在一个特别 炎热的一些 一些地方 巡逻 为大 为这个祖国 为大家的安定和平安 他们奉献着 其实他们的内心 这个时候 我觉得是很难 用一句 爸妈过年好 来表达清楚 她的感情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重 我记得何时学会要说话 只知道你一生教的是妈妈 顶着你天天说呀说 渐渐才读懂你的表达 我记得你也是海军嘛 经常会下部队 因为战士们演出 有一个岛上 可能就有一个战士 还有一条狗 在南沙那样的地方 是这样的 但是 那个时候 想想战士们怎么过春节 想想他们也会惦记自己的亲人 我相信 你才会有这份真情流露 对 其实这首歌也是代表了 所有的部队官兵 献给爸妈的一首歌曲 我真的很少看到你这样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这种真的是真情流露的感觉 对 你有在上春网之前会想 来的路上 其实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想歌词 唱着唱着就觉得 哎呀 就是千万别唱着唱着 自己哽咽了 哽咽完了 那个唱不下去了 就担心这样的 就是有时候哽咽就 词就说不出来 完了 声音就 气息就不连贯 声音也不能继续连贯地唱下去 就担心这句 今天我再叫一声 今天我再叫一声妈妈 只想带不陪陪你来啦 今天我再叫一声妈妈 上这一颗独流一花儿啊 把这一颗独流一花儿啊 我是外航 但是我以前听你的歌会很开心 我可能会甚至会很激动 跟着你的歌一起雀跃 但是第一次你把我唱哭了 第一次带给我这样深的感动 我相信这不光是我的 也是你的真情灵露打动了 我相信是所有的观众 如果能有这样的效果 我真的非常高兴 这真的应该说 春节晚会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铺垫 就之前有很多的铺垫 导演在一开始就说量身定作 量身定作 我到现在才明白量身定作的概念 祖英姐 通过我们的镜头 向接手在一歉的我们的直战员们 战士们拜个年好吗 今天是除夕 我只能用歌声表达对大家的祝福 祝愿大家春节快乐 万事如意